Hello,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晚的《盈一世》 今次是我们夹身的时间, 在晚上九点跟大家见面 我是今天的党者Melissa, 黄思田, 是营养学家加营养师 也是推广新心灵健康组织Embauer 和健康创库平台W2Wellness and Wealth的创办人之一兼营养总监 今天跟大家探讨我们身体一个很神秘的, 但其实看上去 待会大家了解完之后发觉都不是那么神秘的 是一个叫做疾病的探测器, 当我们了解它越多 其实就会越来越预示到自己的健康状况 这个疾病探测器就是我们的淋巴系统 其实淋巴系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免疫系统 它里面有千军万马, 它构成的一些主要的成员 包括有淋巴结、淋巴液、淋巴管和淋巴器官 而当中一元的大象就是这个淋巴结 那好像这幅图大家看到, 其实它的样子和蚕蚕的形状都很相似 它就分布在颈部、颗部、鼻部等地方 当有一些外来的外敌入侵, 例如细菌、癌细胞 就是说这样的时候, 淋巴细胞就会去增值 以及会参加了, 就跟这些毒物去英勇作战 这个时候淋巴结都会给一些信号的身体 就说给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正在打仗 而这个信号正正就是淋巴结会肿大和发烈 那听上去, 其实淋巴结都好像挺强劲 但是同时, 其实它是什么呢? 外肝内入的, 它其实都很脆弱 所以当淋巴结出现了问题 其实可能我们其他的身体的部分都会容易出现的 其中一个直接相关就是淋巴瘤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看, 究竟如果淋巴结肿大在不同的部位出现 究竟在预示什么的疾病呢? 第一, 合下, 就是我们这个下巴这个位 如果发觉肿大了, 其实有可能是鼻, 咽喉, 扁头体的上呼吸度感染 如果是耳朵后面这个淋巴位的肿大, 就可能是眼泥, 面壳, 一些耳部的发现 待会再说一些锁骨的, 如果左边锁骨位的淋巴结肿大 就可能分分钟是代表着消化度肿瘤的转移 例如胃癌、肛癌 如果在我们的位中, 就是膝盖后面 就可能是足部和小腿皮肤发炎 如果在比喇那些位, 就是下肢、下腹部和外阴部位的发炎 其实淋巴结肿大,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些恶性肿瘤转移 就是癌性肿瘤的一个信号 特别如果是40岁以上, 更加之机会会大一点 其实临床研究发现, 原来超过三分之二的淋巴扭患者 他都会发现外周淋巴结肿大了, 但是没有痛的感觉 而当中六成都是颈和锁骨位的淋巴结肿大了 所以当我们, 其实如果是乳腺癌淋巴结转移 可能可能就是隔壁底、锁骨、内乳区的淋巴结肿大了 如果是肺癌淋巴结转移, 就要留意隔壁底锁骨颈的位置 腸胃癌淋巴结转移, 就要留意左锁骨的区域 所以大家会发现, 转骨这个位置的淋巴结肿大真的不可以轻视 那怎样去检查呢? 其实不复杂的 那当然洗澡的时间是好好检查的一个时间 那大家就可以举起三只手指, 去触摸、去按压淋巴位 那怎样分是良性和恶性的呢? 如果按下去比较软熟 推得动的, 有痛的感觉, 其实呢, 良性的机会大些 特别是呢, 它其实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会没有了 还有多些呢, 在个, 比如预绩代表着下半身, 下腹, 外阴一些的炎症来的 而这些良性的肿大呢, 它是不会怎样再膨胀的 都是好像绿豆那样大粒, 那除了痛之外呢, 它会有少少红肿的 还有多些出现在个腿, 下腿这些位置 但是呢, 如果恶性的肿大又是怎样的呢? 网上去, 摸下去就不远熟了, 是硬骨骨的 不是很推得动, 还有呢, 是不痛又不红肿的 那呢, 接着呢, 会发觉不是很有那个界限的 就是呢, 好像呢, 跟很多东西呢, 黏黏着一齐 就是那种硬斑斑的感觉 还有呢, 它是比1cm, 还会逐渐增大 还有呢, 会发觉, 咦? 两个礼拜都过了, 都不消退的 而这个部位呢, 通常出现就是在隔隔底, 或者锁骨的位置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呢, 要高度警闭 还有快点身体呢, 去找专业的医生去检查 那淋巴的肿大的原因呢, 那这里呢, 跟大家说五个最常见的原因 第一, 当然就是发炎了, 无论是牙痕炎, 扁桃体验 都有机会引起呢, 淋巴结的肿大的, 那基本上炎症消退之后呢 其实那个淋巴结都会回复回正常的了 那第二就是传染病, 可能就是細菌病毒寄生虫的感染 那都是呢, 其实治疗了之后, 淋巴结都会恢复正常的 那第三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肿瘤性淋巴结肿大了 那呢, 记住, 是真的无痛, 无红肿, 还要逐渐增大的 那这里特别展示了我照片, 比如大家会看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 或者下面那两幅图就是锁骨底的淋巴结肿大了 那这些呢, 是很明显的, 所以千万不要等到呢 已经去到这么明显的时候呢, 才去求医 其实它有少少准胀了, 发觉没什么痛啊, 颜不分呢 已经要去求医的了, 那如果对于一些呢, 譬如六岁以下的小朋友 有机会呢, 其实是可能一些生理性的淋巴结 那原则上呢, 其实随着呢, 预期慢慢大呢, 就是长大 它是会复典复兴的 最后就跟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相关的原因 例如系统性的虹斑狼瘡, 内丰丝干节肿, 或者结核压, 或者吃一些药物呢 都有机会引起淋巴结肿大 那说了这么多, 那我们怎样呵护我们这个淋巴结 特别说到它那么脆弱 那我给大家六个提示 第一, 压力是慢病的根源 特别淋巴结最怕就是我们太粗力了 所以一定要学会什么呢, 去释放压力 去令到我们多一点的休息 那另外呢, 就是去坚持锻炼了 那当然我们这个断练不是说要做些什么重训 那些反而那些不适合的 但是呢, 是要有适当的舒展 例如呢, 就是一些伸展, 拉筋的一些合适的动作 那所以如果大家说, 我都不太知道 怎样去伸展, 拉筋, 甚至做到减压的效果呢 大家可以这个星期五, 一起过来我们旺角这边 由我们Empower, 和Double Square, 另一位创办人 也都是ACE 美国运动协会的团体运动导师 Joyce, 他带着大家去做一些简单有效的动作 学员可以回家继续做 不单单是令到那些筋骨会松开 另外呢, 真是可以有效去减压 有效令到整个血液循环更好, 帮助睡眠 对我们整个淋巴系统都更好的 而当然, 我们都会建议大家 每晚应该11点前就很睡觉了 当然你说, 今天星期五不行 也都可以把机会, 未来我们公众假期 9月22日, 无论是上周 这个11点至12点分 又有一个身子肌肉锻炼工作坊 那在这个工作坊结束之后呢 其实呢, 都是由我和大家去分享一个 叫做懂得减才懂得减的分享会 那当中呢, 会探讨很多 现在坊间很流行的一些减肥方法 例如, 新铜饮食 但质性断食, 继卡路里, 冷冻融资 甚至乎一些腹肌条 究竟有什么优劣的呢 又怎样呢, 才可以找到一套减肥方法 真是令到我们的国内的提升 又令到我们可以不反弹的呢 那到时大家万物错过 那第三个感乐呢 就是呢, 要去令到我们呢 不要那么多的高脂肪饮食 当然食烟更加不好 而是要令到我们身体 要足够的材料抗氧化 所以就奉行我们香港政府都建议 2加3 每日吃够5份蔬菜水果 那特别是呢 富含维他命C 维他命A的蔬菜水果 好像奇耳果啊 番茄啊 橙啊 或者红萝卜啊 或者一些香菇仁义 有很多的矿物質 都是很适合的 第四啦 我们补了一些呢 刚才补了很多补品 漂亮东西下去 那当然有一些有毒的东西 我们要减少接触 那例如有些什么呢 就是一些化学污染物 其实现在是很多的 特别我们经常呢 就算一些酒精搓手液 都是呢 其实呢 对我们的淋巴结一样 不过我们没办法避免的意思 那另外呢 其实在我们很多的环境 连水里面呢 都会有 杀虫剂啊 除草剂啊 残留的药物 所以我呢 作为营养师 我都鼓励大家 喝多些水 不过喝的呢 一定要是干净的水 所以East Spring呢 我觉得很放心 是什么呢 它不只是自己卖花站 它不只是自己卖花站 花香 就是呢 超粮冠军 当然都很紧要的 但最紧要是什么呢 它拿权威的第三方认证 就是NASF 一个最权威的食水认证机构 那它呢 五项的认证 全部拿了 也都呢 它里面有了 紫外光灯殺菌 最后两个感落呢 就是要预防慢性感染了 那特别是一些细菌病毒 可能大家很熟悉的月肝病毒 另一个EB病毒呢 就是一个人类的第四型包疹病毒 其实现在都越来越普遍的 它是会令到我们颈部的颜巴 颜巴的肿大 那为什么会感染到的呢 其实很简单 可能就是因为共用餐具 分享食物 当然现在疫情呢 我们少些跟朋友分享食物 但是家人呢 可能都会 所以现在也都越来越提倡 其实即使是我们一家人吃饭 其实用公饭都是好的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 将EB病毒 甚至幽门螺旋菌 互相传染了 那当然了 牙痕炎 皮肤感染 这些慢性感染呢 都会伤害我们的领巴的 那最后了 真的 如果摸到领巴的颜色 要立刻求医 又或者其实呢 都真的要去做一些定期的体验 因为深层的淋花的肿大呢 有时用手摸 是未必摸到的 那定期检查呢 就会帮到呢 做body check 帮到我们发现得早些了 那到最后了 当然如果想呢 了解身体的身体状况多些 很欢迎大家呢 来做一个单对单的营养资讯 就是我们的专业营养顾问 去帮大家分析大家的身体的各部分的体型的状况 甚至内臟脂肪 再透过量子去检测 去检测心肝脾症 苦疯或者蓝疯的健康状况 看完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所给的建议呢 就量身病做 可以呢 令到大家全面提升健康 另外呢 我们HP的签体增肌健康管理工作坊呢 也都是帮助我们 不单单打出一个漂亮的身影 是令到整个身体全方位去改善的 我们Empower Facebook Page YouTube官方频道网站 和我们的专属官方应用程式的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拜拜